众说蓝潭风云,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,都知道,自由市场已经开启多日,目前绝大多数大牌自由球员,如保罗乔治、哈登、乌治阿努诺比都已找到下家,而在众多签约中有这么一笔,虽然关注度没那么高,但直接补齐了西部第一的最弱一环,没错,我们说的就是哈腾加盟雷霆。 哈腾肯定谈不上今夏的前十自由球员,包括受限自由球员,但他在中锋位置上绝对是第二选择,唯一比他出色的大概只有克拉克斯顿,不过后者在自由市场开启前就已经与篮网续下四年一亿合同。 所以吧,当自由市场开启后,那些需要内线的球队迅速将目光瞄向哈腾,当然尼克斯也不想失去他,为此尼克斯开出了一份四年七千二百五十万合同。 由于尼克斯只拥有哈腾的早鸟,因此这已经是尼克斯能开出的最大合同,而且他们从史之中没有撤回过报价,成意相当可以了。 哈腾原本也对留在纽约有兴趣,然而,当雷霆开出一份三年八千七百万合同后,悬念直接消失了。 先说一下哈腾的情况,上赛季,由于米罗缺席了大量比赛,哈腾得到了更多机会,他一共出战了75场场常规赛,49场首发,场局25.3分钟内,拿到7.8分8.3篮板2.5助攻,并且还有1.2抢断1.3盖帽,投篮命中率64.4%, 作为对比,二二至二三赛季,同样在尼克斯、哈腾全勤出战,只有8场首发,场均上场时间19.8分钟,得到5.0分6.5篮板1.2助攻,投篮命中率53.5% 季后赛,哈腾的表现更加出色,今年尼克斯的13场季后赛,哈腾全部首发,场均上场29.8分钟,交出8.5分7.8篮板3.5助攻,投篮命中率59.2% 其中对阵步行者的系列赛,哈腾多次发挥经验,比如G2,哈腾全场交出14分12篮板8助攻准三双,又比如G5天王山,哈腾全场只得到7分,但抢下了17个篮板,其中12个是前场篮板,简直炸裂。 哈腾身高2米13,臂展2米19,他是一个现代篮领形中锋,没有太多进攻能力,得分主要靠赤饼和二次进攻,而且防守出色,重点是篮板能力非常好,常规赛篮板率16.5%,联盟第19,常规赛前板率12.9%,联盟第6,季后赛篮板率14.0%,联盟第14,季后赛前板率12.7%,联盟第4。 而篮板正是雷霆的最大弱点。上赛季常规赛,雷霆场均篮板数联盟第27,前板数联盟第29,季后赛这两个数字也分明只排在全部16支球队的第10,第12相当不理想。 面对独行侠的系列赛,尤其明显,雷霆场均要输对手4.7个篮板,6场比赛下来,雷霆一共比独行侠少抢了16个前场篮板,这轮比赛双方势力差并没有很大, 雷霆主要就输在经验和篮板上。 切特很不错,身高2米16,第一年就展现了极其优秀的护框,而且不惧怕身体接触,但他毕竟是个新秀,身材又偏瘦,对抗不好。 哈腾的到来可以直接改善雷霆内线体型劣势,而且他非常能拼,也能护框,与切特也不会存在兼容问题,下赛季切特改打4号位,防守可以更随心所欲扫荡, 说不定能在攻防两端取得更好效果。 当然,需要担忧的地方也有,毕竟哈腾只在合同年爆发了这么一次,万一下赛季水平回调,说不定有溢价风险,但哈腾只有26岁,正值巅峰,而且完美适配雷霆,再下滑也不会下滑太多。 需要说的是,雷霆给哈腾的这份合同也很有讲究,第一年3000万,然后逐年递减,最后一年还是无保障,这与雷霆的薪资结构也符合,下赛季雷霆还能吃货母格伦,结尾的新秀红利,没有压力。 等到两人需要拿大合同的时候,哈腾已经进入合同最后一年。 你可以看出来,无论从适配性还是薪资结构上,亲下哈腾都堪称是雷霆在自由市场的完美操作,而雷霆休赛期的操作还不止这些。 在自由市场开启前,他们就把吉迪送到了公牛,换来了卡鲁索,后者是知名外线,防守汉将,上赛季还投出了40.8%的三分命中率,绝对优质3D。 另外,雷霆还虚约了队内两个年轻人,五年4700万虚约阿隆维金斯,四年4800万虚约以赛亚乔,这两位去年常规赛表现都很不错,尤其三分投射,两人命中率分别是49.2%,41.6%,考虑到新转播合同即将生效,这两份合同给的完全不贵,时代已经变了。 四,五年后的千万年薪能得到这种水平的轮换,绝对不亏。 下赛季,雷霆可以摆出亚历山大加杰威加霍姆格伦加卡鲁索加哈腾的首发,替补还有多尔特加卡森华莱士加阿隆维金斯加以赛亚乔加杰林威,其中哈腾和多尔特可以随对手阵容进行调整。 上赛季的雷霆已经是西部第一了,这个阵容比起上赛季更均衡合理,而且年轻人们也品尝过一次季后赛的味道,有理由相信,他们新赛季还能变加更加出色,拭目以待吧。 而随着西部格局的愈演愈烈,有一些球队分明有争冠机会,实力也是联盟顶级,结果自由市场开启至今,不仅没有任何引员,反而还目送曾经的冠军主力离开,没错,我们说的就是绝金。 自由市场开启的第一天,波普离队,与魔术达成签约,合同为三年6600万。 说实话,不便宜,尤其考虑到波普今年季后赛的市场表现,但魔术作为一支年轻球队,急需一些有经验的老将加盟,两贯在手又是3D的波普,是一个不错选择,即便稍微溢价,对于吃着新秀红利7的魔术也影响不大。 然而,对于绝金来说,失去波普就有点难受了,虽然波普季后赛打得不好,但是常规赛他可是绝对主力,场均可以拿到10.1分,2.4篮板,2.4助攻,1.3抢断,3分命中率40.6%,真实命中率60.2%。 期间波普在场时,绝金百回合可以竞胜对手11.3分,反之竞负对手4.0分,他的累计正负值是正572,对内第二,仅次于约基奇的正682。 而且,当他和约基奇同时在场时,绝金百回合可以竞胜对手正12.5分,如果是约基奇加木雷加波普加哥登加小波特同时在场,这个数字还可以继续提高到正13.6分。 简而言之,绝金失去了一个已经有很好配合度的冠军主力成员,而且这一次还跟去年失去布鲁斯·布朗不同,当时因为薪资,规则受限,绝金只能为布朗开出一年700万左右的合同,肯定是比不过步行者的两年4500万。 但是,绝金已经有波普的鸟拳,他们完全可以跟魔术竞价,之所以没有开出更大合同。 按照绝金对计的分析,原因有三,一是波普32岁了,二是波普在季后赛被爱德华兹面对面打爆,三是绝金更希望拥有灵活性。 所以,波普走了,但绝金失去的还不止波普。 在波普离开之前,绝金还将雷吉·杰克逊送到黄丰,而且是搭上了三个次轮换回空气,这个举动单纯就是为了省钱,原以为省钱是为了迁回波普,但是现在看并没有。 雷吉这个球员吧,季后赛难堪大用,但是去年常规赛打得其实不差,场均22分钟就能拿到10.2分3.8助攻,三分命中率也有35.9%,失去他对于绝金常规赛轮换肯定有影响。 当然了,绝金也不是没有任何签约,他们用一年360万的底薪签回了小乔丹。 小乔丹对绝金更衣式影响巨大,绝金GM将其看作是类似热火哈斯勒姆类型的球员,但是说实话,小乔丹的邮箱里基本已经没油了,过去两个赛季一共只打了75场比赛,场均上场时间,数据是一年不如一年,只从场上表现看,他肯定是够不上约吉奇的合格替补。 哦对,还有一条消息,绝金对威少有意。 威少的情况我们说过,他上赛季刚打出生涯低谷一季,在快传执行球员选项,更多是迫于无奈。 当然,下滑一定程度是因为哈登的到来,两人的不兼容程度肉眼可见,泰伦卢甚至会直接在一场比赛将两人彻底拆开使用。 但,威少的缺点也是实实在在,他是一个35岁,没有投篮,打不了无球,容易上投,防守球伤有待提高的老将,即便过去辉煌无数,在这个时代,威少还是难以生存。 在哈登已经留队的情况下,威少离开就成了必然,绝金可能真的会出手,据绝金对计的报道,约吉奇希望绝金能交易得到威少,而威少也有意担负。 两位三双王的联手,肯定会让人兴奋,只是,这两人能兼容吗? 从球风看完全不行,威少加盟大概率也是打替补,威少的生涯很美妙,但在这个时间点,千万别指望一个底薪球员的到来能改变一支球队,他肯定无法弥补雷吉加波普离开的孔缺。 总结下,目前绝金的操作有,送走雷吉,放走波普,续约乔丹,小,有意威少,再看看如今的西部格局,森林郎核心阵容几乎完整保留,雷霆,独星侠也在查缺补漏,绝金有约吉奇不假,但是除了约吉奇,他们还拥有什么? 异架的小波特,刚打出低迷赛季的木雷,明年想拿大合同的戈登,一年前的辉煌恐怕很难重现了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欢迎大家留言讨论,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,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也点赞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